我們知道中國古代非常講究尊卑 那龍是誰才可以用 皇帝 皇帝的兄弟都不可以用龍 皇帝的兄弟用什麼 馬 他穿的是馬袍 看起來像龍 可是他是馬 那麼龍跟馬怎麼分 你怎麼樣說 這是龍袍還是馬袍 我們用爪子來分 龍有無爪 馬有四爪 我們這條龍有幾爪 三爪 所以他是不是龍 他不是龍 那他是龍的兒子 他也不是馬 其實他是龍 為什麼他是龍 我們說我爪龍四爪馬 這個規制是元朝以後才規定的 原以前龍是只有三爪的 那麼日本跟中國最密切的時間是在哪裡 唐朝 所以那時候唐有很多前唐師 日本買前唐師去學習唐化運動 因此那時候的三爪龍就被移進到日本 然後在中國明代的時候呢 就有鎖國政策 所以很多的外者沒有辦法進來朝貢 因此後來的五爪龍四爪馬 那個日本就沒有更新 他都是三爪龍 下次你去日本可以看他 其實日本可以看很多龍 一定都是三爪 你可以注意看一下 那這一條龍是日本做的 所以呢 他只有三爪 然後你看到我們很貼心的 在這個腳井上方用玻璃的採光照 我們就想讓這龍可以出去玩一玩 謝謝